哎呀,你不要碰多一個啦 我沒有碰啦 謝謝 完全是因為這個鍋底而選擇了這家店 第一次吃的窩底 滾燙啦 來,直接開始 給大家看看這個鎮長 啊,很嫩啊,這樣看 這菜菜? 對 巨光 主腰 大家好,今天帶你們去翻牌一堂 離江門之前,早就已經收藏了很久的美食 又是什麼呢? 廢話少說 Let's go let's go 哇,香蕉耶 這是黃瓜嗎? 真的 哦,對,這是苦瓜 好了,好了 今天我們養離城市的雙肖 來到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江湖學生的哪一個村莊 反正這個村莊裡面 有個沙瓶中學 哦,戰鬥機,戰鬥機 戰鬥機 好了,那看完戰鬥機之後呢 我們又繼續要玩東西吃了 除了牛雜,我們今天去吃豬雜 這些車應該全部是過來這邊吃的吧 神經病啊,這是一家 還有開摩托車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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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到了 捉牛飯店 Let's go 聞到了嗎? 聞到了,聞到了 坐這裡吧 這裡舒服啊 兩碗嗎? 兩碗兩碗 可以 你燒我,燒 沒有 我們來晚了,然後剩下半個小時 沒事吃 今天只有半個小時吃哦 兩點收到,我們只剩半個小時 所以大家過來的話,你們記得看好時間 看看吃什麼,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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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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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來 粉腸 嗯 沙腩了是不是 嗯 第一列的前五個是最多人 前五個啊? 是,天梯不去,天梯也是喝酒吧 豬肝豬腰,豬肉丸 然後… 夾肥,夾肥好吃 夾肥是嗎? 是,豬尖的 豬尖,夾肥是什麼? 肉來的,好吃的,你試吧 然後… 然後… 不,你給我點多一個吧 我沒電了,死了 六碟吧,六碟吧,六碟吧 哎呀,很快的了,半個小時幫你搞定 我兩點,答應你 我調好鬧鐘的你 鬧鐘一響我就走 有…有…有意見 他們遲收工 哦,就是他們遲收工,是嗎? 那一會我吃完,我幫你收拾就行了 不行啊,講一下 沒問題的 五點鐘,打點檔 都行,答應你,答應你 OK,謝謝 他上這個磚的時候,我就覺得不簡單 你看看這個鍋 一看就知道,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的了 哇,來了,來了,來了 什麼菜? 菜都要啊 你知道這是什麼鍋地嗎? 不知道 安全是因為這個鍋地而選擇了這家店 第一次吃的磚底 你吃過紫蘇嗎? 就是紅薯葉嘛 不是紅薯葉吧 紫蘇的話,愛他的人會很愛 不愛他的人會很排斥 紫蘇麻辣湯底 有沒有喜歡吃紫蘇的朋友 那等上菜的期間,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環境先 就是位於一條這樣的河仔隔壁 搭了一個棚 非常之舒服的一個環境 嗚呼 正正正正正正 半個小時幫你搞定它 看看我瞄一下 這是一個紫蘇 我拍張照給我的朋友,直接開球了 好 慢慢介紹一下每一碟菜 這個紫蘇又來了 對,對,讓我的朋友全部過來 早點過來 早點過來 就是只有半個小時給他們吃 不是,半個小時 今天而已 我們來廁所而已 首先第一碟,這個是豬肉丸是不是? 是,豬肉丸 自己打的? 是啊 哎呦 自己用手,幫你打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沙腩 豬沙腩 是,豬沙腩 沙腩是什麼部位? 豬肚裡面 豬肚裡面的 豬沙腩,這個是最受歡迎的 有聽過嗎? 對 這個是豬腰 豬腩 豬腩 哦,這個是豬腩 這個豬腩 這個豬腩 豬腩和豬腩你們要分清楚 來啊,來啊 粉腸 豬甲肺 甲肺是什麼我又不知道 它每一碟上面都放了紫蘇葉 這應該是取到那個去腥的效果吧 我自己想的這個 直接開始啊 只有半個小時啊 先下這個吧,我覺得這個時間會久一點 這個內熟一點 還有這些,翻起來 哦,翻起來 你這樣用嗎? 哦 你這樣用嗎? 你這樣用嗎? 全部扔進去了 先這樣了 先這樣了 OK 應該可以了吧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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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嗚呼呼 那,先拿吧,被你太陽性 啊 真的很香 來,來,來,直接自己來,自己來 呦 三秒原則,三秒原則 那一塊只好香啊 一絲感,一絲感 吃它,吃它 裡面還有這個冬菇豬鴿鴿 試試看 然後它裡面是有些筋的 爽口得來,有少許大鴨 我覺得這個不能煮太久了 對 很嫩啊,這樣看 這是老肝嗎?還是辣椒醬? 豬腸,豬腸 看看多嫩 好像很燙一樣 這裡的招牌 豬沙腩 煮完都很嫩的感覺 這個口感好,好神奇啊 它真的好吃 是豬的? 對,豬肝 來,豬腸 最後一盆 豬腰 太爽了 是我們最後一桌了 直接點評了 今天點了,我們點了六碟是不是 好,你有一個塊 OK 我覺得這六碟 基本上都是點讚的 全部是很新鮮 因為我本身是非常喜歡吃紫蘇這個味道 紫蘇這個湯底 再配上今天新鮮的豬雜 絕了 這個搭配 豬肉丸,沙腩 豬腰這三樣 都是比較符合大眾口味 豬潤啊,豬粉腸啊 個別人會喜歡吃的 粉腸我就不太喜歡吃 吃飯 對你有意見了 竟然不吃粉腸 裡面爆出那些 好像豬腦那樣的感覺 走了走了 黃哥 鹽 你們是是幾點到幾點 只有他一間 很多人都是專門開車 慕名而來打卡的這間店 我覺得這間店比較適合 平日週末約好三五之幾 或者帶上家人過來感受一下 其中一個好天之日 Say Goodbye, Like 我們下期再見, Bye Bye